在WNBA赛场上 一位新秀球员正悄然崭露头角 华盛顿神秘人队的李梦 以其出色的表现和稳定的心态 引起了广泛关注 尽管他的上场时间有限 但这位中国国手在最近的比赛中 创造了个人的首个三分球 并展现出了可靠的投射能力 李梦本场比赛对阵芝加哥天空的比赛 成为了他个人的里程碑 作为替补球员 他在第二节上场仅2分钟49秒 却在顶湖位置接队友的助攻后 命中了一记三分球 亚首秀增添了光彩 尽管之前的比赛中 他的上场时间有限 但李梦所创造的正负值 却高居替补席之手 这无意证明了 他在球队中具备足够的实力和价值 应该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 然而 中国球员在WNBA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中锋李月如因膝盖伤病无缘大名单 而中国女篮队长杨立维 因国家队任务与洛杉矶火花解约 同时 含蓄在纽约自由人队的上场时间锐减 因为球队引进了斯图尔特和琼斯两位强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李梦成为了中国球员中 在WNBA发展相对平稳的一员 作为一名新秀球员 李梦展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态度 他与队友关系融洽 并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 这种态度和他的实力表现相得益彰 使得他在华盛顿神秘人队中逐渐获得认可 虽然他的WNBA生涯仍处于起步阶段 但只要他能够持续展现出出色的表现 他将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和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对于李梦来说 未来几个月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6月份 他将回到中国国家队备战亚洲杯 这将意味着临时离开他在WNBA的球队 虽然为国家队效力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但这也会对他的职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李梦需要找到在国家队和WNBA之间的平衡 以便继续在两个赛场上取得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